请到了一位来宾 她是我们新的美美与公节目内容的 录制故事主人公之一 她呢也是我们中国人民 特别熟悉的一位老朋友 西哈努克太皇的曾孙女 柬埔寨国王国王室成员 诺罗敦珍娜公主 让我们掌声欢迎珍娜公主 欢迎你珍娜公主 非常感谢中阳光播电视 从台大建的文化交流平台 邀请我来到中国 在美美与公 节目中我将通过一首 五个之路 向大家介绍 建普寨的理事和文化 请大家关注美美与公 柬埔寨和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 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 建中友谊的传播使者 谢谢 我们先把热情的掌声送给珍娜公主 非常开心 也很感谢 您对中国与柬埔寨文化交流的热情 而且我们看到咱们的小公主 这中文说的是真不错 其实我们知道今天在柬埔寨 中文的学习已经纳入了当地的国民教育体系之中 由此也可见建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深 而且我们都知道柬埔寨王室成员 各个那都是艺术造诣极高 所以这一次小公主来到我们现场 也有节目要为大家展示 那想问一问你想展示哪个节目呢 谢谢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首 我的曾祖父西哈努克 台皇座曲的怀念中国 这也是我从小就会唱的歌 你是一个大国 好不知是傲慢 大人全是牛铃 你不论的小平等下 你不论的小平等下 自由独立平等 维护人类的体 谢谢 我想珍娜公主 一定不止一次唱起过这首歌 所以我们在听到歌声的时候 才会觉得是那样的动听和深情 这是歌声更是心声 当年西哈努克太皇为中国写过三首歌曲 来表达对中国的情深厚意 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一次 珍娜公主的中国之行能够留下美好的回忆 正所谓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林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 中国和柬埔寨永远是肝胆相照的好朋友 是情同手足的好邻居 再一次感谢珍娜公主 谢谢您